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们说 这个角C 如这个图 角C也可以用外角性质来算 请在下列空格中填入答案或适当的理由 我们看第一个 角3等于多少 角A加上角B 角3等于角A加角B 这是外角定理 外角定理的内容就是说 一个外角等于两眼内角的合 这个角度等于这两个角度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加这个180 这三个角加上180 扣掉这个角 所以我们就晓得 角3等于这两个角像这样 这个就是外角定理的内容 好 那等于呢 这里写外角定理 这是外角定理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等于几度 这两个角相加是 10 140度 140度 好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 再来它说 在三角形OCD中 OCD中 脚3是脚2的外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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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脚C 这两个角加起来 是等于这个脚 所以脚C等于多少 等于脚3减掉脚 脚低 脚3减脚低 脚3减脚低 脚3是140 脚低的话是71 所以脚2 脚1 脚下 脚4 脚2 脚3 脚3 脚 Крас 脚4 脚4 脚3 脚3 脚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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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3 脚4